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想让工厂赚钱 想让它生存下去的话 想让大家的日子回到头两年那么红红火火 那只有转型 转成了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科技型企业 对呀 赵经理 你说怎么办 那我们就需要聘请高级的设计人员 对市场进行重新的定位 开拓市场 既然你有办法 直接说不就好了 我们干就是了 那我说了 大家会同意吗 赚钱 谁不同意呀 就是啊 说说吧 说说吧 马叔 您呢 同意呀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在座呢 无论大小 无论是哪怕只有0.1%的股份 那都算是股东 那我们需要转型 需要去开拓市场 那需要就把这些旧的设备进行更新 需要聘请新的技术人员 那我们就需要投资 苏晓 你算一下就是咱们要转型 还需要增加多少投资 最少要180万 太多了吧 根据公司法 这个公司需要转型 是按照股份的大小来追加投资的 那马叔 我算了一下 你们家大概需要12万 对 12万6千左右 这不算 苏晓 那你把公司要转型 需要追加投资的方案 还敢念一下 追加投资 共计180万 像股份占5%的股东呢 需要追加9万元 那这期中有雇中举 李慧莲 金毛用 哎哟 二姐啊 你干得太好了 把他们赚的钱都让能吐出来 看他们谁还敢闹 二姐 你跟哪儿学的呀 怎么比我还黑呢 经营呢 我不懂 但是呢 管理人我还是在行的 我跟苏晓呢 看了账本了 苏晓算了一笔账 其实傻说这两年根本就没赚钱 全照顾他们了 春儿 你可回来呢 你跑哪儿去了 大伙都等着你呢 等我 可不是吗 都在后院等着你呢 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 没我不行吧 可不是 走 你后院里面 后面 后面 来啦 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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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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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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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上这儿来了 去马大叔家不就得了啦 哎呀 二万一啊 我们也得赶哪 马叔真是领教你们家老二了 好嘛 吃人不吐胡桃 我们四个任何人家起来呀 都不是他的对手全员 对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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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帮白眼狼 也不算是白眼狼 你呀 一到了工厂 就不难看出来 这个傻春啊 是落了一个好名声 但是因为这两个月 没发出钱来啊 就有点急眼子 我呢 这回呢 就当一回坏人吧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呀 你说呢 得 牺牲自己了 也算是还棉棉她大姨 一个人情吧 哎呦 真傻辣 这怎么都说了半天了 这傻老大还不回来呢 去干嘛去了 买肉馅去了 说要请你吃饺子 我看芭城是回不来了 估计得当俘虏 你说说 你打算怎么干 什么我打算怎么办啊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 吃你们在座的各位 让我下的牌呀 哎呦 喂 傻春啊 咱不能哪红不开提哪红不上 就是啊 大家伙啊 给教练 这不就是跟你认错啊 赔不是啊 就是啊 对啊 对啊 就好这事就过去了 是啊 就是啊 傻春啊 我们俩是真心来给你赔礼的 这没有比较呀 就没有见别啊 你说一家人 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 就是啊 你们说那些没用的干嘛 傻春又不是外人 马大叔这话我爱听 哎 我不需要你们在座的各位表扬我 我需要你们对我的信任 信任 信任 你呀 现在赶紧想办法 把老二弄走 那不成啊 为什么 当时啊 我让我们家老二来的时候啊 他就给我名文规定了 不需管 这不是彻底完了吗 哎呀 那你 你想她办法呀 傻春啊 金怡是绝对相信你有办法 这有你想办的事 那没有办不成的 难道 还非得让马叔给你做个一不成 哎呀 马叔 马叔 您这不是折我的寿吗 您遭不辣不受长辈礼 这 行行行行 我啊 这就回去说起 哎呀 快点别走啊 快点别大病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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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回去包饺子起来 哎呀 哎呀 我们大家一块儿帮傻春包饺子好不好 好好好 哎 我怎么着二饺子能不能吃了啊 哎呀 八成就跟三姐说的 被俘虏了 大姐可能在后院呢 这院里的人都让我二姐给逼疯了 还不在我大姐身上想那法子 你们没看见 这南乌的马大婶家也没做饭吗 哎哎哎 真的哎 有说的工夫会儿出去瞅瞅去啊 小小小妹 你快去去叫一下 你怎么不去我正忙着呢 哎我说二姐 这人不劝不善 那后半季是什么来着啊 中不敲不明 人不劝不善 中不敲不明 这两半截儿 八成是被劝善了吧 这回来还得给咱们明钟啊 哎我说二姐 您可得挺住啊 哎 来小小 哎 把你苗苗还大姨那个陈诺书拿出来啊 好 哎 记住了啊 一 还一起让你给她看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哎我的妈呀 快看 嗯 闷口 慢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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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放在这儿啊 哎 好 来 哎呀 谢谢谢谢 这放这儿吧 这儿吧 哎 好好好 快炒吧 行 我一会儿就煮上了 谢谢了啊 不谢 不客气 我给你回去 走了 走了 哎 好 慢点啊 哎 哎 吃火吧 哎呦 我的天 这还挺严重的 这哪是吃饺子啊 这根本 这是糖衣炮弹呀 你可得挺住了啊 别种了糖衣炮弹 等着急了吧 我给你煮 哎呀 这不值钱啊 来帮大姐拿着啊 我跟你说啊 妈 开天披地头一回呀 你是全院的人 都给咱家包饺子呢 下冬了吗 哎 那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 嘿嘿 她二姐呀 李姨就是后院那李呀 活的那个饺子馅 那叫一个地道啊 你说 我们跟她住了 二猫年 怎么没想起来跟人家学学呀 是吧 小薯 走 咱们去捣散去 你们怎么都不明白呀 那不是饺子 那是心 那是全院二十多户人 对咱们家的心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家心 邻居也得信 家和 邻居更得和 行了 我不理你们了 我去除假色 战哥 我问问您 跟他们说什么了 我爸 又答应回去 给他们当经理了 陈老大 你醒醒啊 快醒醒啊 那工厂现在都不是您的了 那二姐说了 这不能还给你啊 别人去 太二姐 你不是那种人啊 你绝对会答应我回去干的啊 放心啊 我呢 不把他们赶走啊 我是不怕羞 你 查老大 如果饺子没下毒 就赶紧煮吧 你没看他二姐 饿得都直吃黄瓜吗 快点吧 你饿了呢 干什么呢 这有本事别吃啊 快点吧 一会儿 大家不能给他好脸啊 要不全功尽弃了 是 领导 傻串 说了没有啊 那我们再等会儿 真的好吃 好吃吧 你还站着那干什么呀 妈 没事 我不吃 我习惯站着 你还不快菜煮煮 这都没了 我这就去煮啊 对 对 来啦 哎呦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克力 快 哎 小妹 给你姐夫拿椅子去啊 不不不不不拿 昨天我也吃差不多了 我们俩先回 对对对 快快 那我们俩先走 快坐 你俩坐啊 快 我给你俩拿碗啊 我有啊 碗这碗收一下啊 那我们先走了啊 三姐 二姐 那我们先走了 二姐 那也不好好吃啊 三姐夫 嗯 来来来 我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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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我来我来 我来 我来我来 哎 老中医要不要错啊 嗯 不要 不要了 哎 哎 李向东啊 嗯 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 你说大家住在一个院里 是团结重要还是钱重要 当然是团结重要 远亲不如近邻嘛 听着没有 闭嘴 吃你的饺子吧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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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多了 我说 哎 中医 这饺子好吃吗 好吃 大姐 这是我吃过的饺子里最好吃的 可有人还说 这饺子里有毒 谁说的 我说的 这饺子里没毒 能这么好吃吗 那就是有毒啊 妈 有毒也得吃 李强东 廖东一 我告诉你啊 这饺子是全院的邻居 给咱家包的 是吗 那当然了 这对了去了 这有钱咱买啊 这个 听着了没有 谁放还堵不上你嘴 我没说错啊 你说谁能有这待遇 也就是连兵几方军 咱们最可爱的人 才有这个待遇吧 说的太好了 这饺子算是没白包啊 你俩慢慢吃啊 大姐专门再给你俩煮去 你们啊 都别惦记着吃啊 廖东一 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现在可倒好了 全弄完了 两个女儿的心呢 谁也改变不了了 我没说错啊 妈 你给评评理 我说错了吗 你没说错 但是在现在 在这个家 你是大错而特错 不是 我没搞懂的吗 这也搞懂 不需要你搞懂 吃你的饭吧 大姐 你要是吃完了 就赶紧撤了 放心吧 他说不动我的 这饺子吃得有点费劲 全是玄机啊 比高总数学总比 我又说多了 那我是吃我还是不吃呢 吃你的呀 不是 妈 您给我们讲讲 您是怎么教育这女儿的 这怎么一个个 我不说了行 我不说了 是这样的 看见我的女儿们们了 全是我妈 这么晚了 谁啊 小冬 开门 谁啊 姐 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苗苗来了 她二姐 这是给苗苗买的水果啊 我跟你说啊 苗苗明儿要上学 已经睡了 没事 她明天早上醒来 我再看她 我今儿啊 不走了 就住在你们家了 行 你看哪儿能睡 随便 哪儿都能睡 我就睡在这个沙发上 行了 李向东 你们赶紧睡去吧 我找找看男家有什么活 我干干活 快睡去 哟 还真有着衣服没洗啊 哎呀 我来洗 姐 那我 我就 赶紧去睡吧 别管了 睡去 我说 你呀 还是回家 跟他们商量去啊 我跟你说 我怎么都行 哎 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事来的啊 我是想苗苗的我来看她 哎 你别洗了 咱们好好谈谈吧 不谈 那你来干嘛呀 我谈不过你 我不跟你谈 我跟你说啊 这事啊 只要你不参谎啊 他们很快就会放弃工厂了 哎 哎 那你不成了伤天害理吗 哎 我跟你说 如果你再这么干下去的话 就收不了厂了 到时候厂子都赔光了啊 你就会成为全燕子永远的罪人了 到时候啊 伤天害理的是你 哎 我跟你说话你干嘛去啊你 我 我这洗完的没地儿搭拿盘啊 拿盘别急 哎 行 来来来 你接着说 听你说 我已经帮你啊 分析过了 这工厂还得赔 现在牛仔裤的市场已经饱和了 这个国外进口的牛仔裤呢 要卖几百块钱一条 哎 他们卖的是牌子啊 那国内这个乡镇企业啊 生产的这些牛仔裤 卖多少钱一条 卖二十十五块钱一条 啊 那不是 廉价市场已经全让他们占领了 你的生产成本是三十五块钱 你 你有什么空间来将近你的成本啊 我告诉你 现在的工厂还属于那个手工作坊 你哪儿什么跟人竞争啊 哎呀 唐尔姐啊 我不能把他们给挤走了 你也知道我为什么办这工厂 我不为挣钱 就是为了赢回院里人的心 现在心赢回来了 哎 你这么一做 不等于往人的心口里戳一刀吗 这样的话 永远就回不来了 哎 行了 别说了 说了 不行 既然今天说开了 我就得都说了 以前 是不是就咱们家过得好 那不叫真好 说什么自己梗过自己梗的日子 那能过好吗 你说咱们全院的人吧 都嫉妒咱们家 这心眼好的吧 他也就不做什么了 这心眼不好的 不就使坏 要害咱们家吗 那这样吧 我帮你啊 换个思路 那不许得罪人 卖工厂 把工厂卖了 按这个股份值啊 收回钱 不是不可以谈的 哎 对呀 太二姐 如果卖了 这钱就回来了 哎 倩好就收啊 哎 好好 那你要多长时间 一个月 啊 行 半个月 半个月啊 哎 我跟你说啊 这回你说话要算数啊 绝对算数 你想想 这样一个结局 大家不都高兴了吗 行了 那你回去吧 你不让我走的就走了 哎 太二姐 这衣服我不管了 我走了 走了 哎呀 没白白 哎 这主力出得好 我走了 说人傻车傻 谁再说傻车傻 我就跟谁急 闭嘴 来来来 里面请啊 看 这就是我们的厂房 好 好 好 你看 这些缝纫机啊 都是最新的 来 你里面请啊 哎 先遮压吧 啊 那个 小后再说 啊 行啊 哦 行啊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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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哎 对不起啊 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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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是投了五十万 这我相信 可你的设备全部都算上 最多不过三十万 哎 你 我们还有营业执照呢 是啊 还有改造车间的费用 附属设备呢 啊 营业执照不值钱 现在不是过去了 只要申请都能办得下来 车间是租来的 改造车间的费用 又不算固定资产 这么说吧 就你们这个厂子 我出一个价 你可以找任何一家买出 只要比我出的钱多 我宁可倒贴给你 那您说 二十八万 哎 不是 刚才您说啊 我们这设备就值三十万呢 是啊 你要给我优惠啊 算了 看来他们也不懂行 还以为自己抱了个金饭碗呢 我们走了 哎 等等 等等 老板啊 三十万行不行 就二十八了 多一分我也不出 哎 成交 明天啊 你就来办手续 今天啊 我让李姨 做了这桌菜 就是想请大叔大妈过来 咱们商量一下 这工厂呢 是卖还是不卖 我就听你们一句话了 嗯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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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赔的也太多了 舍了一半啊 可是 找了有十家的 这家啊 给的是最多的 哎呀 我说傻春啊 嗯 我那个意思啊 还是卖了吧 你像这样下去啊 往后啊是越赔越多 是卖了吧 卖了 傻春啊 你还是带着我们 接着干吧 对 宁可呀 赔到底 这便宜 也不能让别人占了不是 对呀 那不行 我已经答应 我们家老二了 嗯 要不然这样吧 我多赔点 你们都少赔点 那 你打算赔多少呢 嗯 我赔十五万 剩下的你们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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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赔十八万行了吧 好 够爽快 我看呀 这事啊 就什么定了 正定了 好 来喝酒 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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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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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是傻春呢 大人大量敢作敢没 可是傻春啊 你回去怎么给钱 一样一说 就是啊 那许敏荣要是知道了 肯定得跟咱们急 还不得说我们欺负你实在呀 你们不告诉我妈 她不就不知道了吗 有了 就这么办 喝酒 对 我开心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得喝不酒 别快 别喝 来来来来来来来 太高了 好 喝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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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你大姐呢 回来一趟就出去了 妈 你怎么了 问傻老大就知道了 这个傻了吧唧的 哎 辛苦了 喂 我告诉你啊 你去啊 把那个 把凳子给我拿来 我坐这儿等着 好嘞 我去拿 哎 傻啊 哎 哎 你干嘛去啊 我买圆珠笔去啊 我圆珠笔没水了 回去 妈一会给你买 您会买吗 圆珠笔有什么不会买的 行 那您一会再给我买两支 HB的铅笔和笔笔啊 笔笔 笔笔 过去 问什么都 真是的 您能不懂买什么呀 还是我自己去吧 哎 行 哎 干嘛去啊 你不是让我给你拿小板凳去吗 哎呦 一边去吧 你没看这儿都报信去了 哎呦 你们家闺女啊 一个个都贼得出了圈 怎么就剩了这么一个大傻瓜呢 不许吃 哎呀 妈 你说这 傻老大惹的货 你干嘛把我们都给烧上 再说了 最早那会儿 您要是让我们进入工厂 那哪能有现在的事啊 滚一边去 妈 妈 大姐 不会回来了 李婧 要不咱们先走吧 等等等等 妈 你看 素晓也怀孕了 要不让她先吃 我饿着 一会儿还去店里边 小妹一个人 忙不过来 嗯 她可以吃 哎 谢谢妈 慢着 素晓啊 素晓啊 你跟妈说实话 这傻老大 这账里 到底还有什么呢 你看我干嘛呀 说呗 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 那我就说了啊 妈 我跟你说 厂里的账本上面还有一大笔账 是他们去年啊 更新了一批缝纫机 我算了一下 这笔缝纫机的钱 应该是大姐去年年底分红的利润 如果大姐去年年底没有给您钱的话 那应该是她自己一个人拿的 也就是说全赔进去了 哎 你看着没有 看到没有 怎么样 我说什么来着 你这傻老大整个一白玩儿啊 你嘎唬什么 不是 赶紧 都给我找傻老大 找不着傻老大 都甭吃饭 小厨 跟妈说 你大姐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妈也能找着 妈是干嘛的呀 白当小小沾鸡队了 妈 妈 我真的不能接 我 我求求您您就别打了 人家小铃铛已经睡着了 这 哎呀 哎呀 三姐 你可回来了 这电话 哎呀 这不能接啊 这电话千万不能接 这 那那那那要不然你接吧啊 你接吧 哎哎哎 那个 这电话如果是我妈打来的 你就跟她说 我没在你们家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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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惹祸了 我 哎呀 我何止惹祸了 我把咱妈彻底给气疯了 咱妈现在正满世界的在追杀我呢 所以啊 大姐让你来帮帮我这个妈 嘿嘿嘿 嘿嘿 我知道了啊 你肯定是卖工厂的事儿 你赔了别人都赚了就不对 哎呀 哎呀 我本来办这个工厂就没准备要挣钱呢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家的活雷锋 两半截儿统治 大姐用钱买了全家的信誉 不亏 听着没有 我就爱跟人家廖中医聊天 廖中医 要不然我今天躲到你们家来呢 你就会帮我 这根本就不是亏不亏的问题 问题是你怎么过妈这一关 哎 我跟你说两半截儿 你要是把咱妈惹出个好胆来 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 对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 一边是邻居一边是妈 成全了这边就得罪了那边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忠孝不能两全 不准确啊 但就这么个意思 要不是你当初支持她 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事啊 哎 他三姐啊 这事可不能怨人家廖中医 有什么事啊 冲我来 大不了我现在就回家 被妈狠狠地收拾一顿 让妈解气不就完了吗 我走了 将我是吧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我只帮你一回 但是绝对没有第二回 他三姐 要不让我说 这事上啊 你跟我最亲了 要不然速播 我会躲到你们家来 是吧 你看他啊 他居然还笑得出来 我 行了行了 你就跟他说 你借给我十万 等到年底再还给他 那你不是亏了吗 我亏那不是必须的吗 我亏本 你买教训 谢谢了啊 大姐谢谢你了 大姐走了啊 回来 不 怎么样 把你那破表赶紧给我换了啊 他那破表一天晚一小时 谢谢了啊 你看 真是的 那我走了啊 君一喜 你就别再等了 这不是白白的浪费你的时间吗 我这心里啊 真的过意不去 真过意不去啊 也是 你就说这五年吧 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可是 谁又让我自个儿愿意呢 你看我每次跟你说这话吧 你老是怎么跟我说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说 你说我们家那小鼠吧 他想一出是一出 现在也不知道哪个脑筋动啊 他非要去住校去 那我现在只能给他买东西去了 住校干嘛 是 是不是嫌你们家人多太闹腾 影响人家学习 这倒也是 对 还是让人住校吧 走吧 我告诉你 就算是你能穿 学校人也不让穿 拿着 大家给你买的 我就是试试嘛 小鼠 我可告诉你啊 你是因为这腿 耽误了两年的学习 好不容易考上了研究生 你得珍惜啊 你还想让大姐 再住一次医院呢 呸呸呸 不许说这样的话 怎么了 我让你呸呸呸呸呸呸 这小鼠 你可以不放心 知道实际上 小鼠 我就听ото warm 小鼠 妈送你去 不用了 那你可别说妈不疼你啊 这伸手什么意思啊这个 您最熟过这个 这贼丫头 最好是会耍心眼 幸亏防着你这手呢 跟小妹小时候一样 还不谢谢妈 别数了 一千块钱 谢谢妈 这是干什么呀 大姐我跟你说啊 这二姐三姐四姐五姐都给我钱了 我现在呀都快成小财主了 那你哥给了没有啊 没有 不行我得管他要钱 他爱给不给你不允许去要啊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是一个你哥嫂对你的态度问题 你就甭管了啊 小厨我跟你说 就是钱多也得省着花 听见没有拿着啊 哎呀大姐你拿着 我又不像你 赚钱都是别人的 赔钱是自己的 这钱就拿着吧 要不说大姐傻呢 哎呀大姐要像你这么聪明就好了 当年我要是上个高中什么的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是不是啊 大姐最聪明了 拿着吧 秦敏蓉 秦敏蓉太后呢 太帅了 秦敏蓉 哎呦 哎呦 小厨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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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不行 你买个香饿啊 看不错啊 你看这老 老哥子这考上研究生 让你们这么脱水 是是是 我们一听陈游士说 小厨要到外地去上大学 都赶紧出去买是吧 是啊 是啊 这呀可和在北市上大学不一样啊 一个人出门在外的 啥都用得着 对 是啊 小厨 别嫌我们 买得不好 不会不会 别嫌我 哎 小厨啊 快谢谢阿姨们 哦 谢谢阿姨们 哎呦 你们这么多东西 起码二百来块钱呢吧 对 花五百呀 都不多 我们这事啊 理清歇一重 是吧 小厨 是是是 那我替我们家小厨 谢谢你们各位了啊 谢谢了 谢谢 哎 走来 好事儿 快点去哪 要不然饭碗啊 我们家那老子 我都用得脑子 小厨 我得回去啦 那就走了啊 好啊 花儿 带你厕所啊 哎呀 那就谢谢你了啊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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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厨 你看看妈这面子够大的吧 嗯 妈 这面子是我大姐正来的 胡说 没妈哪来的面子 静下说 对 是妈的面子 妈的面子 是我们俩的 对对对 对 春儿啊 哎 你听说了吗 啊 说咱们胡同这一片啊 全要拆 说是市里的重点工程项目 要干成餐饮一条街 哎 大伙可都说好了 等回千以后啊 接着再跟你干一把 哎 哎 要真是这样的话 还真是难得的机会 哎 可不是嘛 哎 你可记住了啊 到时候一定要回千啊 我记住了 哎 做饭去吧 哎 哟 三闺女回来了 我来送送我妹妹 好 您先忙啊 哎 哎 素觉 这回咱们要拆迁呢 看来把声钉钉了 是吧 我听 马大婶跟傻春说的 她跟傻春说 让傻春回千 说到时候一起干个餐厅 回千为戏啊 哎 不管怎么说 我总算是熬出头了 你说这破院子啊 连厕所都不让有 跑到公共厕所去吧 冬天冻屁股 夏天还蚊子咬 哎 我是素学啊 哎 这回咱可不能客气 必须给她来套三军使的 肯定呢 就凭咱家这家大爷大 咱们不得分两套 老太太一套 咱一套 这是我定了 哎呀 哎呀 太三姐啊 这事儿 你必须得听我的啊 来 拿着啊 铃铛知行事 不光是你的户口不能牵走 你还得把铃铛的户口 给我牵回来了 你得听我的啊 我现在 没有心思管这些事情 我自己 已经焦头烂额了 一天我把小楚送走之后 这事儿我来办 你就不用管了啊 廖中医 这件事情绝对不行 银行都不是吃干饭的 一省计就会出来的 林桃 你妈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我爸妈天天吵架 是吗 林桃 进屋去吧 大爷啊给你做好吃的啊 嗯 喂喂 春儿啊 哎 陈姨 今儿他们都回来吧 嗯 还不得说说 拆迁的事儿啊 我妈肯定说 嗯 哎 沙春儿啊 我这可是偷着跟你说啊 嗯 你妈妈虽然不带家人媳妇儿 可是 被你弟弟给蒙骗了 把这啊 跟拆监办打交道的生傻大权交给她了 哎呀 还以为她能把房子分一块呢 可是速决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她是按照她媳妇儿的意思般的 您怎么知道的 她去跟那个旁院的李国阳说的呀 那个李国阳是房管局的 她给她出的主意 我听她真正的 哎 哎 陈姨 那您怎么不跟我妈说呀 哎呀 我哪敢呢 你妈妈现在被院里的老太太给捧了 这尾巴都叫到天上去了 耳朵只能听顺的 不能听腻的 这 这又有什么事啊 妈 您想跟速决分开过啊 你听那个陈刘是胡说八道的 他围困天下不乱 您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 交给速决去办呢 速决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什么都听那个刘倩的 万一 生米做成熟饭怎么办 可是 我也没说这事不让你掺和呀 那行 这事啊 就我说了算啊 妈 只有我 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 这事我看成 那就这么定了啊 嗯 来来来来来 不是 不是 是 沙拉你 你能不能注意点 你以后进门敲敲门什么的 没没没看见没看见 那个 大姐 红冲直装惯了 没事大姐 来来坐 我不坐啊 苏绝 我今天来是正式通知你 妈说了 取消你所有办拆迁的权利 从今天开始 一切都得听我的 哎 沙拉 这这这这这这 你们家人把他灌不像药了是吧 啊 哎呀 他学你妈呀 越来越八道了 嗯 你别在这儿上去啦 你快去不早找妈去呀 这这这这这我管的臭毛 走走走走 快摆什么造型啊这是 是吗 早也白搭 谁要是想拆这个架我就跟谁急 妈 您别的手好不算数啊 哎呦妈我跟您说话呢 您言语一声啊 有话呀 会上说 你姐你妹都是我妈 您这怎么说变就变的